克莱恩看了眼严肃震惊的邓恩 史密斯 突然露出笑容道 队长 我昨天想明白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邓恩重复了一遍刚才的问题 向后微靠住椅背 交我的双手松了开来 克莱恩回忆了下之前打好的副稿道 我在总结我之前的经验 我认为魔药的名称本身就包含了一整套一系列的规则 帮助我们掌握魔药 避免负面影响的规则 而当我们遵循这套规则去处理事情的时候 似乎就成为了相应职业的人士 同样的 这些规则是暗含的 没有谁直接告诉你 只能从相应的职业里一点一点总结 然后再根据不同的效果反馈进行修正 所以 当我在占卜俱乐部成为一位真正的占卜家 拥有属于自身的占卜家守则后 困扰我的抑郁和幻视就消失了 这就是我想明白的事情 说完这番话 克莱恩暗自吐了口气 除了没直接点出半眼 他该说的都说了 唉 只希望队长不要在教会派人询问的时候 说出我已经有这么清晰的想法 那样会让我受到更多的关注 再加上占卜家图进和安提哥努斯家族的因素 到时候 说不定会有不小的麻烦 不过 队长也是见过诸多风浪 有着丰富经验和不低智慧的人 一旦他明误扮演法 肯定会察觉教会在相应问题上的隐瞒 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不该说什么 克莱恩脑海思绪分成 略有些混乱 但是 他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有了计划 如果队长这样都还没能明误扮演法 或者没察觉教会的隐瞒 那我就在提交特别申请前直接点醒他 嗯 到时候先做个试探 确定下口风 邓恩安静听完了克莱恩的描述 灰色的眼眸变得更加优碎 他默然十几秒 伸手揉了下额角 然后拿起烟斗 嗅了一口 秀完之后 他仿佛忘记了职业者小队的规定 随手掏出了火柴盒 青白色的烟雾徐徐腾起 邓恩半闭上眼睛 似乎在品味烟草 又过了一阵 他睁开眼睛 对克莱恩笑笑道 抱歉 忘记你不抽烟了 吸烟有害健康 克莱恩一本正经的回答 邓恩拿着烟斗 想了吓道 我似乎也明白了一些事情 不 队长 你什么都没明白 反正不要经常往我梦里游荡 克莱恩没开口反问 只勾勒出温和的笑容 也许 你不需要太久就会来提交特别申请 邓恩深深吸了一口夹杂薄荷的烟草味道 半开玩笑半感叹地说道 明天可以吗 克莱恩在心里回答了一句 掏出怀表 看了下时间道 队长 我得去找老尼尔了 今天的神秘学课程要开始了 好的 邓恩拿着烟斗 一直目送克莱恩出门 关上队长办公室的房门 克莱恩心情不错地走向通往弟弟的阶梯 在路过文职人员办公室的时候 他看见里面有一男一女两个陌生人 新来的文职人员 克莱恩若有所私地点头 并在心里补了一句 再隔两天 这周之内 就向队长提交特别申请 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考察 成为序列八的小丑 忧尘安静的地下通道内 克莱恩拐向武器库 推开了看守是虚眼的大门 你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一看见老尼尔的样子 就吓了大跳 老尼尔精神萎靡 脸色清白 不断地打着哈欠道 我最近有些便秘 昨晚尝试了一个解决这方面问题的仪式魔法 结果 结果我整晚都没有睡好 一直往灌洗室跑 到了后来 我差点在马桶上睡着 嗯 便秘问题得到解决了 剑不是大问题 克莱恩顿时有点想笑 但他克制住了自身 转而问道 现在好点了吗 与此同时 他关切地让左边牙齿轻扣了两下 用灵式观察齐老尼尔的健康气场 消化系统的黄色 排泄排毒位置的橘色 有点暗淡和搬杂 但还好 在合理范围内 克莱恩暗自松了口气 没事了 我找弗莱要了点止蟹的药剂 老尼尔就像烟鬼般打了个哈欠道 今天的神秘学课程你自修 反正也就最后两三天的内容了 好的 克莱恩客气了一句 或者我在这里看守武器库 自修神秘学课程 你去休息是补眠 老尼尔瞬间弹指腰背 目光炯炯的回答 小莫雷蒂 你果然是职业者里面仅次于福来的有良心者 武器库就交给你了 他拿起铺在膝上的毛毯 旋风般冲出了看守室 留下克莱恩一个人在那里发呆 上午时分 黑经级安保公司接了单额外的生意 护送一位富商去码头和人交易 伦纳德 科恩黎轻松完成 赚了不少外快 让克莱恩颇为羡慕 而他依旧暗部就班地深入神秘 练习枪法 被不知受了什么刺激的高文老师发了风般折磨 呼 呼 克莱恩张着嘴 大口喘着气 好半天才恢复去洗澡换衣的能力 离开高文家后 他继续忙碌 花费二苏勒雇用了一辆出租马车 依次路过剩下那十处有红烟囱的房屋 当最后一个暗红色的烟囱从他视线离远离时 克莱恩的表情变得非常凝重 我占卜中见到的红烟囱房屋不在最近更换过租客的行列 这样一来 事情就麻烦了 一千六七百的房屋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排查完 唉 这件事情 又没法找别人帮忙 毕竟只有我面对目标 才有那种灵性上的熟悉感 不能气馁 不能放弃 只要有空 就去排查 争取三个月 不 两个月内找到目标 说不定 我明后天排查的那些就包含了目标呢 嗯 回去整理资料 根据远近区域规划好之后每天的排查路线 克莱恩鼓舞着自己 让沮丧的情绪远离 有了决定的他正打算吩咐车夫拐往水仙花街 突然发现这里与阿兹克教员的住所很近 阿兹克先生去旅游前 写信告诉我 说他这周会回来 但没提具体是几号 正好顺路过去看一看 刘彰只调给他 嗯 出租马车二苏了一个小时 现在差不多要到时间了 就以阿兹克先生家为终点 之后换公共马车 克莱恩迅速做出了决定 过了四分钟 他走下马车 来到阿兹克家门外 这里的档次明显好于水仙花街 但又不如豪尔斯街区 房屋前方有草坪 后面附带小花园 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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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莱恩拉动门口的绳索 敲响了屋内的铃铛 等待片刻 他听见里面有脚步传来 接着便看到大门被打开 五官柔和肤色骨瞳的阿兹克出现于了克莱恩眼前 因为在家 他只随意地穿着白色衬衣 棕色马甲和棕色长裤 克莱恩 我正想写信给你 阿兹克热情地招呼道 我昨晚刚到家 克莱恩深深看了眼他右耳下方的那颗细小黑之道 阿兹克先生 我找到你过去的线索了 真的 阿兹克的表情一下变得激动 带着沧桑意味的眼眸都失去了淡然 我们 进去说 克莱恩左右看了一眼 阿兹克飞快点头 让开位置 任由客人入内 他锁住大门 引着克莱恩来到一楼的起居室 坐至柔软的沙发上 你发现了什么线索 他迫不及待地问道 克莱恩没想到今天就能遇见阿兹克先生 组织着语言道 我最近接受委托 去拉姆德小镇外的废弃古堡除掉了一个怨魂 拉姆德 阿兹克低声重复着这个名称 眉头一点点皱起 克莱恩看着对方的表情 放缓语速道 除去怨魂的过程里 我们发现了一些事情 于是到小镇座深入调查 有位镇民声称拥有初代拉姆德男爵的画像 试图向我兜售 我好奇地观看了这幅油画 发现画像上的人 除了发型 武官与阿兹克先生你非常像 就连耳朵下方的那颗黑质 也有着同样的位置和同样的大小 那位镇民在我的审问下 交代油画是40多年前的作品 但模仿的对象确实来自废弃古堡 确实是那里挖出来的一幅肖像古画 你知道的 我们这种具备独特能力的人都拥有初步鉴别谎言的技巧 而这个技巧告诉我 那位镇民并没有撒谎 阿兹克身体前倾的听完 交握住双手 好半天没有说话 始终保持着无言的沉默 过了五六分钟 他才吐了口气道 你的描述并没有让我回忆起更多的东西 或许 或许我得亲自去看下那座废弃的古堡 你能带我过去吗 这是我的荣幸 克莱恩早有准备的回答道 但我需要回家一趟 免得哥哥和妹妹担心 没有问题 阿兹克刷的站起 咱们收拾 十分钟 拉了一点 基本电价子 撒调的国家废弃的列表illa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